巴黎奥运乒乓球男团决赛中国对阵瑞典 这场比赛果然是国平男队本次巴黎之旅最艰难的一战 前两场比赛瑞典都将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 但是国平三位球员表现稳定 马龙搭配王储钦3比2险胜卡尔伯格卡尔森 随即樊振东再战莫雷加德也是3比2拿下 小胖在男单决赛男团决赛双杀小莫 他赛后也兴奋做出了姆巴佩的庆祝动作 第三盘随着王储钦也3比2击败卡尔森 国平最终3比0完胜对手夺得冠军 虽然比分是3比0但过程相当艰辛 当然恭喜国平如愿以偿 本次比赛樊振东与王储钦都成就了双金王的荣誉 而马龙则斩获第六枚奥运金牌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奥运金牌数最多的运动员 中国男团实现了在奥运赛场的五连贯